什么叫做爱 爱就是说 我们之前谈到是无极的体系 我们不是以自己的利益为出发 我们不是以自己的业绩赚钱为出发 那个你把人生的价值做得太小 台湾理财通是一间 在陪伴贷款比较弱势的族群 我们已看见他们的需要 陪伴他们在资金贷款上 度过难关的贷款顾问公司 为客户解决问题有两个 一个是用脑 一个是用心 专业是必须要有精准的判断 来帮助客户寻找一个最好的方案 我们有四大领域的专业跟专才 还有跟银行30家以上的合作 所以对客户会做出一个 全面性客制化的方案 用专业解决他的问题 那公司最大的优势是在股星级的服务 是用心 真心 爱心 耐心和同理心 他虽然是看不见摸不着 但是当我们用心去陪伴客户的时候 客户是可以感受到我们的服务 跟不一样的价值 我们深深地知道 生代人他独自面对债务的压力时 那种彷徨跟无助 他选择我们是因为他们信任 如果只求业绩 不求帮助 永远少走一里路 这就是我们非常坚定的爱跟陪伴的核心价值 什么是爱? 就是在别人的需要上看到自己的责任那是爱 员工 他们如果没有在公司享受那种满满的爱 他们就给不出爱 所以我们对团队对主管们 我们就像家一样的去包容体谅安慰他们 所以我们公司团队就是以爱鼓励安慰赞美 代替指责批评论断的这样的工作氛围 让每一个同事他们彼此相爱 彼此扶持 一样他们就可以给生代人一些爱跟温暖 因为我们做业务的压力其实很大 接触客户大部分都是比较负面能量的东西 因为客户他们缺钱 所以就有邀请我们上这个读书会 他也希望说照顾到我们员工的身心理这样子 爱的这个想法的部分 其实能够由领导我们的人传达给我们的那种感觉 其实我觉得是以身作折的 跟其他公司那种命令里的那种上司的感觉 是完全不一样的 从来没有看过一间公司就是会对员工可能这么的好 或者说就是表达爱的方式的部分这么的强烈 有这么棒的文化 我觉得也是一个就是在这边我也蛮骄傲的 我觉得赚钱吃頤 如果今天赚钱已经不能成为我的动力 我觉得是价值要成为我的动力 就是我能为大家做什么 我们就把这一份的爱带到屏东恒春基督教医院 因为那边都是偏乡的孩童 为着他们晚上能够饱餐一顿 一直到现在我们都还在陪伴他们 甚至在这几年我们也看见向上国中的一个棒球队 我想我们不是只有金钱上的资助 最重要我们要传达的一个理念是爱跟陪伴 二十几年来从来没有进到全国 竟然在我们的帮助之下 他进到全国联赛的八强 而且隔年他们拿到一个区域性的冠军 虽然这是一个小比赛的小冠军 但是别具意义啊 这就是爱跟陪伴所产生的影响力 在这里不只赚到看得见的价值 还有一个无形的意义在这里 那万事互相效力 我也相信爱可以使人有勇气 可以勇敢 有盼望跟力量